- 提到红雨伞,你会想到什么吗? 不论你想到什么,你一定要知道 红雨伞是一个Lucky的象征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连结呢? 你可以在Daniel Porter的Bad Day中找到答案 在MV中,女主角在路边灯香画了乌云 男主角经过就画上一把红雨伞 隔天女主角又画上一台建起水花的计程车 而男主角也画了帮忙挡水的问号男孩 女主角再次看到 补上问号的另一边,变成了一颗爱心 不可思议地在某次的大雨 让这两位相遇了 红雨伞意外成为两位主角浪漫故事的开端 当年这首歌爆红全球 让Daniel Porter成为全球的知名人物之外 也让红雨伞成为Lucky的象征 这次Daniel Porter又推出全新歌曲 Do You Wanna Get Lucky? 延伸Bad Day的MV剧情 从上回两位男女主角的浪漫邂逅解释 歌词唱说只要能勇敢就能找到幸福 同时这次还在曼谷、东京、台北、北京、首尔、马尼拉等六城市 拍摄相关红雨伞的幸运短片 凸显这次红雨伞与幸运的关联性 哎呀,一个不小心 还好,这位撑着红雨伞的帅哥路过 马上就把自己还没吃的冰棒拿给他 真的是超Lucky呢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东京 这位行男在百货公司前面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 还好他带着一把红雨伞 马上就捡到钱了 喜欢的女生打电话来约他见面 开心到整个人都跳起来 在台北也有类似的故事 这位穿白衣服的正妹带狗狗出来玩 诶,狗狗怎么跑不见了呢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好难过 再仔细瞧瞧 咦,有个红红的东西是什么 原来狗狗跑到戴帽子的帅哥这边来了 他也一样拿着一把红雨伞耶 看来正妹不只找到狗狗 还顺便找到爱情呢 红色一向都是代表幸运的颜色 在亚洲各国 据说一把红色的雨伞 更是能带来幸运跟幸福的象征 就算没有下雨 很多人都还是会带一把红雨伞出门 就连韩国盲内偶像也无法挡 今年夏天刚出道的人气团体New Kid 成员几乎都是未满18岁的花美男 他们就很爱拿红雨伞 就像是陪伴他们打进演艺圈的幸运物 看看画面上这位菲律宾正妹 在帮喜欢的球队加油 就特别拿了一把红雨伞加持 果然让球队顺利盛门得分 除了这首歌之外 也跟No.1华裔歌手Kelly 余温温合唱Survivor 相信在这两波的加持之下 今年势必又再卷起一股丹尼尔旋风 也祝天下所有歌迷 都能找到带来幸福 跟幸运的那把Lucky红雨伞 You're a surviv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